这一盘卡兹克又是现在没有在banlist上面 诺言真的是很有自信 因为他本身就是用卡兹克出身的 他觉得我知己知彼 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你们不用办 是的 交给我 那我觉得你可以把盲森办理 最后一首这里是 看他们怎么样去选吧 就EP这 EP你发现没有 他们厄运 诺言 最后一首放不放卡兹克 要不然两个都留着吧 卡兹克我觉得放出来真的是一抢 无脑抢 无脑抢 不要考虑太多 版本强是一种强势 除非你像常常这样就是说我可以放给你 然后再打抱你这种 当那马有点悬你知道吗 卡兹克马上要carry了 搬了盲森 那拿卡兹克吧 就是放给你卡兹克 这我真的是 不平你还要拿吗 常常安易不灵吗 不拿对不起啊 不拿就 不平拿 不要有心理压力 我也觉得拿 拿吧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 自信心够不够强大的时候 然后他拿龙女 不可能 不可能 对 垂时 又不能 那你考虑清楚啊不平这一把的话是属于 嗯 女警其实没有必要一枪嘛 对 现在好的ADC ADC还没办呢 还是拿了女警 这边就垂时加卡兹克就完事了呀 对啊 这个EDG现在 这个 护手拿的这两个很开心啊 这两个兄兄就是 就打比赛就放出来绝对会选到的 我觉得EDG现在贼爽 非常爽 就无论是拿哪个都可以 嗯 垂时很稳啊 嗯 这 这两选EDG 这班又感觉胜算又非常大了 就现在就撇开两个队的实力强了 这这三选就EDG就剩了很多 就优得很大 看一下EDG怎么考量了吧 他们在有这样英雄的情况之下 选了女警就肯定会料到 对方接下来会拿这样一个英雄 对 他们还是要拿这样一个团战的这种 女警配垂时也是非常好配的 又是龙女配发条吗 那可能打莫甘娜了 龙女发条还是老套路 DP这番决定 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打 嗯 但是我们也说了 这个阵容前期很容易崩盘的 上盘其实已经有点小崩了 还好终极打回来了 那EDG这里的话 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 终着还拿洛弗莱呀 对啊 洛弗莱加塔兹克 这边的话再拿一个奥巴马 那线上 就EDG这边感觉线上太强了 辛德拉其实容错率也不如洛弗莱 洛弗莱 洛弗莱佩格卡斯克2v2也超强 是的 对 特别进化大招的 但还是选辛德拉 嗯 而且辛德拉这个英雄 在后期团战总感觉不是那么给力 我觉得东获这一把的话 应该要拿莫甘娜会比较好一点 嗯 真的拿莫甘娜好 莫甘娜佩格女警打垂时 其实是蛮好的 是的 好这边是又拿了巨魔 那上单的话依然是龙女打巨魔 是的 这边的话还是Amazing J的心理优势可能更大一点 但是巨魔本身打龙女也没什么压力的 这边应该会拿莫甘娜加EVE吧 也没有太好的选择 配合这个阵容是蛮好的 打野已经被半两个 卫 卡尔玛 不平要拿出自己的卫了吗 贾克斯 贾克斯不回吧 我觉得还是打野 刚才米勒说的那种比较好 寡妇比较好 现在卫的CD一级是120秒的一个CD 但是这种团战阵容的话 拿扇子妈其实不是很好 扇子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到技能 对 莫甘娜加女警的话先上打垂时这一路也很轻松 好 确定了 卫 不平拿出了自己的看家英雄 他玩这个英雄是玩最6的吗 对 就他说的话 他其实是比较喜欢玩盲僧的 就盲僧是比较6的 就他最6的英雄是盲僧 然后这个卫 还有蜘蛛 最后一手 已经确定了 两边基本上都已经确定 是的 最后一手的话 这里我们看到 基本上EDG的阵容 是我们觉得 看右边的阵容 我们会觉得现在知道是哪个版本 但看左边这个阵容的话就觉得 对 有没有这种感觉 还好 就是最近几个版本里面 好像都是这种阵容会比较流行 而另外一边的话 就是现在刚刚新完这个版本以后 最流行的那些英雄 卡兹克又放出来了 对 和昨天的比赛真是完全不一样 昨天卡兹克一把都放不出来 今天直接就是连放两把 而且EDG这边 他们拿到卡兹克更加凶了 对 米勒也说了 这个厂长用卡兹克那可是 用的飞起 要出杀人箭的 对 那可是创始人的打法 你觉得我们国服还没有更新那个 进化大招加强那个版本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开始搬卡兹克了 大部分原因是厂长带起来这个风场 是的 他觉得这个厂长太猛了 直接是出杀人箭 如果厂长的这个卡兹克 确实他有时候会六级进化E 这也是自己的 包括他天赋复门都很怪 他分情况嘛有的时候 反正常常每一把打完以后 都会清空这个 神秘人 对 真是神秘人 就是不让你看到我的天赋复门 真的他 但是他如果是直播什么的时候 大家都肯定能看到 所以他直播打的很少 好 我们看到双方前后 这边都已经准备进去 马上就到EPHK和EDG的第二场较量 好的 各位观众比赛已经开始了 蓝色阶段方是EPHK战队 红色阶段方是EDG 现在已经双方的第二场较量了 那么在第一场较量里面 EDG还是先拿先下一车 对 第二把的开局的话 我们也是先聊点别的 其实刚才那场比赛 真的是感觉那两边打得都不错了 对 蛮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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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套阵容EDG拿得非常的顺手 这个的话 老套路 老套路 这个套路见了很多次了 对 有时候会勾中的 我想到了那一次 第二时间 第二时间的这样一个位置的预判 如果能再预判到的话 那只能说EDG这个 卡乃这个位置站得很聪明 是的 他站得就死了 DG还有30秒到达战场 很有可能被勾中 你碎他们 上次是不是他吃的亏啊 不是 上次是林药被勾 上次那个 是洛夫兰 对 林药 洛夫兰 但是这次 这次感觉好像还有洞的发生 要看 看时间 看一下这边 能不能站稳 再示意 那看来是要有点动作了 感觉 不过这里的视野 两边的这个路灯做的都不错 但是千万不要耐不住幸福 我总觉得要出事啊 这个 要出事 对 我们现在不便多说 不便多说 真有耐心 卡乃这里一击生的啥 应该 他应该没点吧 哇 这个 这个还好还好还好 这样的话 碰住垂石 没办法了 你看卡乃这个时间点 真的还是很有趣 有练过 有练过 经验老道 对 这里直接传送回上线 嗯 走你过去帮忙插一个眼 对 不错 然后垂石直接绕后 这个也很坏 那莫干达这里被逼的 被逼走了一圈 那初期要损失兵线了 又是仙道尔 一击一击每次的下路组合 都打的配合非常好 是的 而且女进还被点了几下 有点难受 但是女进是和 这边的一个奥巴马换了点血 而且还换转了 还可以 因为三个远程兵一直在帮这个 看来在打 对 还没感觉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是的 来 中路这里的话又是 打了一波消耗 嗯 双方互相扔球 是的 第一视角的直播是来自 黎毛超人和厂长 大家可以登陆到屏幕下方的地址 来进行观看 好 卡内到二 都一样 都一样 先到二的 这样的话经济应该是 就经验应该是一样的 二一对二一 现在有一发爆头 哎 蹭到了 这个Q很致命啊 直接又逼个闪现 是的 这个Q如果留一下后手的话 刚才被垂石毅力手 然后这个Q后手Q纳美 我觉得刚才就有机会了 因为莫干达这个英雄 都在前期他的技能 闪着下来 刚才是没有闪现的 完蛋了 灯火还没有到二 没有办法加盾 雪毛第一次 我们先看中间打起来了 避掉了一个闪现护盾 没有机会 差一点点 这有点太极限了 是的 两边都是死血逃生了 如果帮助中路的优势 小优一点吧 对 我会这边要痴心眼 赶紧的 开局的话 又是一滴技 先占据了战场的主动 对 一滴技这个下路 看一下中间部品 已经过来干口了 但是被这个眼发现了 没错 那没什么机会了 而且保护发条 吃完这波蟹就可以 是的 一滴技每次下路 这个时间比一批就要 有经验很多 对 刚才到二的一瞬间 他已经站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翼 然后又是等着看女警的位置 逼掉闪现之后 一个闪现翼 对 而且刚才那一波确实是 最惊艳的狼狼 因为一开始换血的话 纳美这里已经换亏了 对 因为不平赶紧帮忙清线完 清线完的话 发条直接回家 但中路也没有损失 不平这两次帮 还是帮助了发条 上线的话 上班也是 基本剧本都差不多 不过 不过Coro这边的剧魔补刀还是不少的 24个 Coro这边应该要小心一些 他上门毕竟是被单杀过的 是的 这一把的话 其实龙女是一直在猛推线 但没有看 不平的这个位置很有机会 因为这边刚才已经眼消失了 看到卷毛 先拿卷毛 这个Q 这个Q 都躲掉了 东霍这边又自己小心 血量不多 这个E很nice 刷掌点燃很漂亮 杀掉了卷毛 这边纳梅是E跑掉 这个没办法追 这个东霍的Q感觉太急了 连续几下 东霍其实这边这闪现交的有点亏 上路看一下螳螂有没有机会 直接在这里要和你打 和你凶啊 这个打不过 这卡子克刚才那一波闪现是没有了的 直接被这里 对阿梅丁Z这里很冷静啊 反身就交点燃和你打一跑 诺言他也很虚啊 他就没交易上来 他交易上来就死了 而且刚才的话 阿梅丁Z的E还没有益到这个诺言 如果益到的话 刚才一波可能已经打出死去 这边龙女的状态很好 而且小兵多 对 抠肉本身就没点燃 怎么打 这边推波兵向回家 下路杀掉辅助以后 那两边下路的经济现在基本上 现在还可以 一批前期打了一个五五拍 比上盘的局势要好很多了 但中路依然是非常的惨 接下来就要看这个蓝buff的控制 对 中路也有一部分是 这个辛子拉确实线上强势 这也没法说 各种在示意 魏的等级很低 这也 然后卡特克也只有三级 两边回过一次加 等级都不高 一批知道草丛那个地方有眼 刚才是示意了一下 所以让魏从后面的草丛上 这边可以骂一下 很想诚实 哎 有了 有机会 但是转身打纳美 这边的话很聪明啊 随时这里本身就比较 本身就比较硬 有一个洪水晶 有一个多蓝盾 你这个肯定打不掉了 刷还差一点 老龙你这边到六了 我还中路 哇 好虚啊 嗯 还可以 两个多蓝抗压 慢慢来 慢慢刷兵 他两个多蓝已经做好了 这一把有可能被反弹的准备了 好吧 真的 这盘虽然说没有爆发态度的人了 1比1已经ok了 但是双方打得很激烈 各种gank 线上经济的话 其实一批现在已经稳住了 对 前期莫干达和女警对拼的时候 输出有限 对 然后那一波也感觉 为这个版本 确实前期这个Q的伤害降低了 真的不行 感觉那个伤害 打上去点都不疼 对 反而大美那边 没让那边点来点去 奥巴巴的数数很高 又不能不管他 是的 然后锤石又硬 对 锤石控制技能又多 就特别尴尬 放了个真眼 这个位置的真眼 还是比较给力的 比较经典 很多人走过草丛 不一定会去点 不一定会去看 还想杀蜜猫啊 这个 这个兵线有点难 对 其实林王现在还好 这边已经看到了 哎哎哎 六级想往下走 看人家有眼 对的 走了走了走了 这样的话 这个ADC没有血 但是这小龙有没有危险啊 未在想帮忙发酵拿蓝了感觉 这个人又看到对面回来了 哎 这个小龙赶紧有机会啊 是的 如果开了个果蛋的话 但是他们这里 没有选择打呢 嗯 没有选择 先帮发酵把蓝拿了 对 走算是有蓝了 哎 这个你回家真的回家吧 小龙视野稍微放一下吧 我觉得 哎 这个 这个直接回家了 这个小龙放的有一点点 对 这里也是ADC对于实际的把握好 看到你奥利安大 可能走开始拿蓝了 直接过来就下 这小龙丢的有点 对于EP来说有点莫名其妙 嗯 他们小龙边上的视野 能做到位 对 其实现在经济也还好 小龙前期没有太大的影响 主要是第二条龙空的时间会出现一些偏差 是的 这个是比较关键 前的话也还好 对 EP现在各条线站的都比较稳 现在线上打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开 对 就看两边打野到6的有机会干 现在魏的大招很珍贵啊 我觉得他可能还要把重点放在下路 这边先抢女警嘛 肯定是要想围绕这个点来打 是 魏已经到6级了 看他接下来的动向 女警这里 就控制一下自己的蓝量 打起来了 他比较还比较重吧 诶 这里放个眼 看到了卡的票 阿里安娜想过来 这是想强行抢buff吗 还是怎么样 这也没buff 虽然又没buff 这个 刷了 就是算了一下对方buff的一个刷新时间 那这边要形成一波三打三的话 好秒掉了这个眼很关键 放了一个奖杯 这个柱子 有点烦 现在辛斯拉主要爆发太高了 感觉EP这边没有人 因为也不敢上去直接甩大招 没有人敢错 很容易被辛德拉条 要锁进大招 这波很漂亮 打得很漂亮 龙女挂山 给点燃了吗 点燃挂错了 但是还好还好 还好还好 杀掉了 他想杀两个啊 这心挺大啊 他一直心挺大的呀 上一把就是因为心太大了 结果输了 为加上八条的这一套 这波野区入侵是赚了 就把初级小龙的劣势补了回来 现在双方还是一个军士 这红霸我刷的好慢啊 九分多了 对 为什么有种顺卷被打脸的感觉啊 刚才 这感觉好像没红了 突然出现一种 你想他们这波过去没红去干嘛呢 对吧 嗯 有点怪 可能是不平在反召对方红的时候 留了一个小怪 然后长长轻的比较晚 应该是 肯定是这样 没注意 有勾 哇这里 但是你虽然挡了这个勾的控制 奥巴马打一套 你还是疼啊 还好他在这边比较给力 对 刚Q到 点了几项 好 奥利安娜现在终于是可以刷起来了 想了一下上一场的阴霾 现在心中是愤愤不平啊 这边下路打的话 其实点这个垂直没有什么用 哦 又是闪见义 又来 对 魔机会抓得不错 有点危险 这里卡乃没有帮忙挡一下 天哪 这个失误 卡乃刚才如果帮忙挡一下 不让这边死掉 还有点击 嗯 下路打的确实好 对 真的好 这个实际抓的 莫刚才没状态 主要是 卷毛这里的话 他的一个是非常 哎 这里直接过来 看到了这边的卡兹克 还好 这边是七级的位 打五级 卡兹克等级有点略低 对 那这边的话 其实这边来得很漂亮 就保护住了这个卡乃 不会被对方击杀 对 不过被这边打到还没好 还不走 还不走 被打断了Q 打断了一下 这里卡乃有点危险 不过卡乃身上有双招 这边不平 有没有最后来支援 还没有 看能不能换一个 秒掉了 哎 这里有没有机会换一个大美 点不出来 一发Q也没有中 极限距离没有打到 这边的话不平有点拖沓了 东霍这边也没有闪现 没办法跟 这波又被1D赚了 这个的话就是奥利安娜的支援 奥利安娜也没打算支援 根本没打算 但是这个就是 优在支援的同时 其实在补兵上面也没有差太多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刚才这波不平稍微有点拖沓 没大招的话还是要稳稳的 因为你在塔下想 他可能觉得你三个人对吧 我这里有位移 然后我还有闪现 我可以给你在这里打一波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这波完全没有给他机会 不舍得轻易放那个塔 他也许想等这个大招好了 看能不能反扑一下 这里QQ空了 又Q空了 又miss了 不过还好卡茲克这里是没有蓝的 卡茲克刚才直接开大上来 想收这个摩根纳 他是有大但是没蓝Q 对 心很宽 好 摩根纳在这里的话 稍微信心线 卡纳回家以后补出BF大剑 以及血鬼结账 准备这边还久得打 还有了打 上路的话还是龙女优势 下路的话是一滴滴稍微有一些优势 对 这一把Koro已经不出推线的田尔特了 反而是选择了一个大腰带 而龙女回家直接是做出了破败 这个他这样巨魔的话推线有点慢啊 嗯 巨魔只能靠一下一下去打 上单可能给他比较大的压力 觉得前面不出点防御装的话 万一再被单杀了 那就灭得很挂不住了 对 但是你龙女已经出了破败 这个还是打不过啊 这巨魔肯定打不过 真的打不过 赶紧加速跑 但龙女的话就是干扰你回家就行了 一分钟小了 现在卡乃这边的银血剑还没出来 纳美的话应该马上到手 纳美不知道有没有了 看他这个样子 这里有眼看到了EP的动向 被勾到了 但是还好 对 自己给了个盾 银血剑已经到手了 有了 对 刚才纳美回家是歇轨结账回家 直接合银血剑的 那这边眼睛看到了EP的这个入侵 看一下 还是想利用胃加上发条 对 这种小团他们觉得特别厉害 特别是U这个英雄他又没有什么 这个晕到很漂亮啊 先消耗了一下 而且巨魔来了 这个方向很漂亮 拉到了诺言 但是没有办法跟上输出 余景也被秒掉了 这个入侵就真的是有点拖沓了 为什么一定要入侵呢 李华超人是没拦 有闪现 有护盾 也没想交 一路被追杀还被拉到了 我还拉到一个 巨魔看到 这个人被拉到了 不过有Q技能更好 这个一差一点 又把不平的Q打断了 关键这波入侵 也没有去抓住巨魔这个传送吗 上面的龙女是没有去抓住巨魔 当巨魔应该回去了吧 回去了吗 没注意 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传送过来 刚刚那个位置其实 其实清德拉的技能命中很多 诶 哦 这里站直不错 哇 纳美又被弹杀了 主要是不平这里卖力了 勾引了一下 算是勾引 不平直接是锁大上去打了一套 然后龙女过来 但是 这个位置也有点拖沓了 那刚才还是亏啊 这一波就莫名其妙 我跑到野气去 这波大亏 回家还是出了这个天马特 觉得先出大腰带 不要被单杀 然后继续出一个AOE的推线装 好 中路带掉一个塔还不错 这一波我们这是拿了一个人头 拿了两个塔 已经是算不错了 你看现在经济 其实没有被拉开的 而现在这个时间点 跟E1打团 其实不是特别明智 因为螳螂和辛德拉 这段时间也是发力气 螳螂现在这三段大招 你很难去杀掉他 会让他把输出很多的都打出来 是的 他们还是想到 为架上发条是鸟对面的辛德拉 但其实输出不太够 老实说 差一点点 你自己的话也没有办法 说一下把输出打出来 每次都差一点 螳螂进化大招就不说了 很肉 甚至他位置又很难说 被你一下就锁到 对 而对方的上单又比你这里上单灵活 虽然你上 而且他们现在经济食品的情况下 上单相对于对方上单有优势 而你这边的上单又不堪团的话 就等于 这个优势完完全全是浪费掉了 杂鱼比较好的这边龙女 两个人头 啊 有点快 先议了一下 这盾给的很及时 是的 但是卡拉现在加了 身上应该是有钱出的一个 但是不舍的回去 这个兵线不好回去 那应该够了 我跟他这个Q 其实飞行距离还是够多的 而且没有异技能 那你这边 看船长又9级了 对前面5级的时候对面7级 现在你9级我也9级 对 这就说说的船长的打野 这里成功回家呢 下场没了 嗯 你还是下路先开花 是的 把视野做得很深 看一下中间的不平 哎 不一定去Q 想打U 打招 直接被走位就躲掉了 完全没有必要想要闪现 这个死亡闪现真的是 不平已经连续第二个死亡闪现了 他看到人反应稍微有点点慢 现在有人数的优势 可能会推下中 女警这波刚才回家更新 出了银血剑 那攻速鞋还没有 还好龙女现在算是相当强的一个点 不过发枪也没大招 这波EP还是以手为主 那巨魔在上路带线呀 龙女又走不开 又是一个连锁反应 这边清兵还是比较快 让女警再下路发育一下 这边敲的也蛮快的 上一塔要没了 这巨魔超塔真的也不是盖子 BGG已经是拔掉了三个一塔 还有两个弓都还没有 看卡奈这边出了耀光了 纯石这边闪现过来强流 但是女警也上了闪现 主要看这一钩 看这一钩 刚才Q没用 那这两盘卷毛其实垂时表现也非常耀眼 而且他们撤退也很及时 看一下位有没有机会留住 没有了 这一把基本上出现的节奏这样的话 很尴尬 龙女现在是拿红 拿红想去对线 但是对面巨魔传送这种点的话 真的是把龙女牵扯的疲于奔命 逗呛啊 因为每次靠这个传送时机都很好 要么就杀人 要么就拿龙 对 而且关键是上路的兵线 巨魔一直还推得比较给力 龙女到处跑的话 还受有一些兵线的压力 高五王 高五王 这是高地平小号吗 高五王 你确定不是草莓的小号吗 他们两个结合 确实在我们这一次的联战上 我们看到很多战斗 就是证明了电竞是有无限的可能 对 特别是昨天那一场 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没错那一场真的 埃及是非常的善于带来这样比赛的一支队伍 现在辛德拉和奥巴马这两个点撒一都特别好 打人打人 马上要出十一了 对 估计一会帽子就会有了 是的 一批 现在也没有 一批想在这条小龙这边找机会吗 现在还有一分半周 我们看一下这个垂石的位置有点危险 一个力气能大招 但是还是要死 没有闪现 没有闪现 现在可以反一下这个篮 小龙时间还有点久 巨魔在上路带线的话 没人守的话 这个巨魔很快 想了 巨魔这里直接是 直接就惩戒掉了 很给力 因为有个眼 W加惩戒 巨魔上路要推塔了 再不回去这个塔没了 已经没了 这巨魔推塔真的很快 刚才龙女就是没有管上路 因为上路B线已经过来了 还好他们是抓了一个垂石 要不然这一波就大亏 中路能不能够杀一下 闪现了一场 很漂亮 这回换掉 我换掉了 这个爆发不平有点吃不消了 没有任何的防御装 并这里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直接是Q一二连 打断了不平的这一发Q 然后反手交一个大招 扑平这里有点想帮忙 反而是弄小沉拙 对 其实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刚才已经 这就是在B死的情况下 高手的一个反应 对 这两盘这个龙女打的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哇 这个巨魔已经是可以随便 狂追不止 拿着个大棒子非常吓人 锤势也是跟上来这个柱子 哦 叫了个闪现 其实刚才不闪也没关系 因为那个勾拉得比较 大美之里要被杀 不过卡南也是被场场换掉 而且刷新的意义 直接逼出了动画的闪现 刚才他觉得被贴身了打一套 自己就已经挂了 对 因为他刚才应该是打招机放 现在EP已经打得非常的小心了 或者说有点打得有点怕了 有点卫手卫手 就两个闪现 其实感觉招的都不是特别的有必要 对 至少可以再等一下看看 让他PU技能和E技能什么时候好 然后现在心态可能也不太好 对 这样就比较难打 现在的爆发相当的恐怖 现在的话其实 就面对对方这样一个阵容 比较惨的是在于 有辛德拉有卡兹克 两种爆发点 然后再加上一个ADC的爆发点 三个爆发点的话 像魏这样的一个英雄很容易就被 够呛 对 特别是这种情绪下来 然后这里直接传送 走了 B走了 这一把不平倒是出了一个水移血 他如果上一把出水移血 我觉得效果要好很多 减CD 没空到 Q打得不错 帮忙挡了一下 想背后龙女 但是龙女的血量 拉回来秒了 漂亮 买到了辛德拉很关键 长长这一口干锅很nice 救了一下 卡乃的位置有点脱节 是的 直接拉过来呢 下面的话 卡乃感觉又是比较难以逃脱 还可以 跑了 这里是没有想去追 因为刚才随时直接给了一个登陆 拉过来这边的一个奥巴马 打得已经够不错 他还是打了一个奥巴 关键小龙他没有拿到 女警位置也确实没办法第一时间跟上 纳美这边还想追了一路 他可能卷毛说不追了不追了 然后纳美先是不追了 然后想了一下 哎 过去看一眼 他可能在打石头人 用想法 只要小龙被拿 然后又是做了一波亏的交换以后呢 这个经济的差距已经达开到快6000块 OK 刚才也是没有第一时间秒将诺言 对 这口干锅直接是把他拿着鞋 现在这种长 这种长的 就是这种卡兹克真的不需要防御装备都很肉 这个时候奥巴马的装备已经很好了 对 回家奥巴马是出了水淫鞋 上一把觉得水淫鞋有点作用 对 对 现在诺言再更新一下防御装备 这个 这个根本就杀不掉了 没错 如果一批这边等到发条出了帽子 然后他们一波团圈打出一个很好的伤害的话 还是有点机会的 这里啊 这真的是打得凶啊 好凶啊 这个马上要有大烧了 这里放了一个棒子 辅挡一下 好 好凶啊 好凶啊 这个 这边的选人也出现了一种 怎么说呢 落入真坑了 就是他们每次都会非常的信赖这种 发条啊 这种团战的阵容 其实他这一把可以拿到不来的对不对 这种阵容的话就是 想得很美好 而且胃这个点 如果是发育不好的话 嗯 很难的 突入敌阵当中 对方很放心直接把你秒带了 是的 其实胃有时候有点烦心的 拉这种爆发 你说你是秒他吗 还是他秒你 这是个问题 而且往往魏在锁定一个人以后 对方很容易把你拉开 离自己的队友特别的远 你的大招 就可能到中后期 魏只是一个大招的作用 在这个大招没有作用的话 但这个英雄 简直就等于废一招吧 有种有去无回的感觉 是的 特别是现在魏的装备 还是比较的差 对 唐浪已经是开始出一些肉了 没错 看一下这一波 EP是轻掉了视野 在寻找这一个最后的机会了 但是莫根纳没有在那里的话 他的一个先手只能靠魏来打 魏家龙女瞬间的爆发 现在这个天气还比较高 蹲了半天发现 没什么机会 是的 娜美也是很小心啊 娜美也是很小心啊 往前面巨魔一个人 戴上下的很爽 就是当戴了传送之后 又有这个提亚马特之后 巨魔就一个人很开心了 我虽然现在传送的CD时间 并没有好 但是他已经刷兵刷的很多了 对 他现在回家直接更新了一个冰心这样的装备 在打团的时候特别的好 各种去粘 是的 而且他出了这件装备的话 和一个出破败的龙女对线也是不虚了 有点无解啊 对 这种节奏的话就是不外模式 主要感觉EP现在打得有点士气低落 主要她们是团战阵队 对 ゾ他在这里单人就要拿接钞 然后再被拉走 那现在的话经济感觉是被EDG越滚越大 下面的野区已经是被厂长占据了 是的 完全霸占你的野区 传说中的你的野区我养着 你敢进人的话 很有可能卡斯克就直接把你单吃掉 厂长这里还是选择了 直接出一根大腰带来做点肉装 稍微用 两个防御装确实挺 两个这个攻击装差不多 再做两个肉装再补一个轻 因为唐刀基本上是这个套 是银 然后那个女妖加蓝盾 这加轻 对 基本上这个套也蛮固定的 伤害又高 然后打头又肉 难死 除非对面一个双AP的话可以处理魔刀 下路上路都已经带得很深了 这里过来帮李猫再拿一个了 这边是四人过来抱团拿来 哎 这里一个打招 感觉 把奶奶闪现赶紧交 再闪现跟上 没机会了 这个肉眼也是出现了比较少的失误 对 闪现回头 闪现回头 他在这边是死里逃生 但现在的装备是比较的差 他在等轻雨 对 哎 这里是递掉了闪现吗 给大家拿到两个 拿到油能秒吗 但是魏先被秒了 又要出闪现 这个干构再救一下 登陆能不能救到 没有办法 龙女拿到人头 而这边纳梅被一拒 能不能带走 挡了一下 闪现挡枪 但是还可以杀 三杀 龙女很妙亮 四杀 四杀龙女 还有机会 哇 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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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都已经开始欢呼了 背疼了 这一下被龙女拿到一个武杀 这个 这个太长世气了 太长世气了 在魏先被秒的情况下 连续聊的 龙女现在的情况都会冲直撞 就有生之年都很难见到上单拿武杀了 尤其在这个版本里面 而且还是在EPHK这样一个连赛级分排名垫底的队伍 怎么做到的呀 一个大招走上来 纳梅和U这边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输出 这里发掉大招很漂亮 拉到两个 然后龙女及时的铺入战场 对 莫根纳这个大招其实开的也很亮 嗯 闪现三个 这个很漂亮 对 然后第二个 闪现挡枪 扣着这边也做得够好 但是没办法 这龙女有点太无解了 闪现过来把你吃掉了 然后莫根纳后手接了一个Q 又控制住了这边的CORAL 这EP真的 让人尊敬的一个队伍 这居然就打回来了 这一下打到4000了 是的 打到3000了 而且士气特别的高昂 这个对于士气来说 绝对是极大的鼓舞 五杀联赛当中 第二次出现五杀 龙女八个人头 居然是被上单拿到了 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而且两次五杀全部都是这一次升上来的队伍 打晋级赛升上来的队伍拿的 这里的话做下视野 其实现在打团还是 就感觉打回来一点劣势 但是如果真的打起团了的话 ED季节用打团的功力还是比较强的 要小心 看一下胃 直接索大招 大美 大美这个卷毛的意识立功了 直接把飞的龙女给打断了 然后这里的话 又搁到林马超人 哎呀 真的是 真的是不能夸啊感觉 不是不能夸是太急了 就真的是急 上一把同样犯了这样的问题 这把还犯这样的问题 好可惜啊 又要丢大龙了 真的是跟上一场一样太着急了 对啊 这是完全相同的问题 然后要自信啊 如果是在一个非常视野开阔的位置 那样打还没有问题 但是刚才那个地方 本身奥大妈又可以走 后面还有一个垂石 但是你队友又跟不上 你这个不平上的是 到底在哪里呢 哎 刚才那个垂石的意识 直接把龙女给拉下来了 对 这龙女想直接布纳美的 纳美刚才直接过墙 反身放大招就OK了 太急了 太急了 哎呀 真的 联系两盘 联系两盘 大吃大落 大吃大落 一波 荆棘损失很多 丢大龙 这关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现场指挥上 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他们的后期指挥是什么 还是太年轻 太乱 他们后期指挥太乱了 每个人都在说 有没有一个 然后不平这里的判断 有的时候就会 不是构子 就是他有的时候不自信 但有的时候太自信 那边有队友跟的 没办法跟啊 而且就是他们的感觉啊 你看下他们自己的数据 如果你不是以这种上帝视角去看的话 即使刚才那波打出了五杀 退掉一路 然后你按下桌子 看一下自己这边C位的数据 你会觉得可能差距非常的大 尤其在装备的差距上也很大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双C位的装备差距 已经可以用逆天来形容了 中单是插了一个法穿棒 还有一个 这个大棒 插了一件多 插了一件多的装备 ADC就不用说了 ADC这里同样差了一件多的装备 现在对于EPT来说 他们在场上的指挥 肯定是认定 自己现在至少还差了 大概五六千 六七千的这样一个装备差距的 所以他们还是想险中求胜 其实刚才那波团战已经是 打回了很多了 只有三千左右一个差距 但这一波团战加大龙的话 就又吐回去了 是的 刚才是大龙加小龙再加一波团命 对这个真的事情影响也很大 本来大起大落这个心情 人生的大起大落 现在经济已经是将近一万了 对 这个差距非常明显 现在再强行开团的话 已经是打不起来了 嗯 你现在强行开团 双C位的装备差距 直接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伤害碾压的 看他们有没有机会 抓住对面人不齐的时候 但是现在EDC这么稳 对现在是犯过一次错误了 根本就不会给你第二次 谋杀或者团灭的机会 我觉得不平的位移 要被自己的永久搬掉了 真的 打老干爹也是 直接大锁一个有 就蜘蛛形态的蜘蛛 那一幕还立立在乎 为什么每次都要说这个等 好可怜啊 不过 确实为这个英雄的容错力 不是那么的高 就像刚才那种 过去可能一套锁掉 然后对面又垂直 帮助奥巴马做一个位移 就是你第一时间伤害 如果打不上来的话 基本上这个大招就浪费掉了 就是要射 就是其实很多英雄的一些 不可逆的大招 现在都是改了之后 有的都变成可以取消了 对 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会有这个设定啊 为 冲到一半 哎 我先回个头 这个如果改的话 位就有点强了 我觉得 现在就是一个慢慢蚕食防御塔的状态了 现在就是一个慢慢蚕食防御塔的状态了 经济差距已经扩大到了一半 现在EDC战队基本上处于一个不败的战队 困长觉得自己可以翻盘了 然后就没办法 还是年轻 他们那一波的指挥 就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的话就是觉得自己烈势大 就是他觉得还要再赢一波团 就太急了 其实那波其实也是不大 他们自己看不到嘛 没办法理 还是他们阵容其实打算也好打的 又要被插一个二手 双C位的经济差距刚才比了我看嘛 那个差距有点大 嗯 一个大剑多嘛 对 他那里刚才是给我们放了一下经济的差距 好像双C位各插了4000 对 差不多 4000多 对 非常夸张 对一个4000一个3000 对 其他位上单插给我们看一下 上单的话 下路已经已经被反超了 中路三级 对 上单本来龙女领线的 对 现在已经进来了很难 哇 又是被消耗了一些 真的是全线领线啊 这个没有办法 他现在只要被希伦拉控住 余景感觉状态不好 先回家了 刚才你这波回家也没有装备更新啊 啊 被剧手上路线了 那这二中二塔基本上是鱼放 还是要防守高地 进来了 我爸爸在那扛卡 扛得很凶啊 我打了MUFF嘛 所以说也还好 反正是在会儿希希就回来 又回家了 再更新一轮装备 很稳 很稳 现在 拿一下BUFF 嗯 蓝盾 上单直射出蓝盾 然后冰心 再来 再来一个反常夹 又来了个索斯甲 天哪 这简直是不给活了 龙女很猛是吧 来 心里面肯定是这样想 大美现在应该差一点钱做无尽 嗯 再修一波 这多少的护甲了 321的护甲 这还是他没有用大招的情况下 对 就等一会儿这个女警点剧魔 肯定是连血都不掉 我觉得 贼男 他掉了小龙 就对小龙的控制上 EDG几乎是完爆EP的 两场比赛都是看了出来 现在EP这场如果再是输掉的话 0比2他们保际 真的就很难了 是的 主要多年皇族和IG都是2比0获胜 里外里就差了6分 下面 巨魔一个人 我觉得巨魔一个人打他们两个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 AD叔叔 打不太动 巨魔 我再把一局是一排就 EDG还是要等大龙吗 真的是很稳 对 随时给你拖呀 巨魔一个人是到下路了 下路不抓一手吗 那你就跑了再放个柱子 而且他还这个有W W还能跑得很快 你别说EP这边这个阵容想抓子巨魔的话 真的还是很难 费老大劲 就感觉费很多技能 可能杀掉了 然后对面其他人过来把这里推倒 DG也不推呀 就是可以推了 装备 稳吗 他们在等大龙吗 我硬生生就磨死了 对 装备已经更新的差不多了 就是双C位现在其实落后一大件装备 双C位落后一大件装备的情况下很难打 经济越滚越大 你觉得还有范范的可能吗 他们抓死一个人 还有点可能 龙女配合发交一大步 就有可能 唐浪这边站着自己身上有这个女妖很嚣张啊 反正不怕 如果能够再来一波这个 刚才那种的一换五的话 就一波了 现在这个局势不是说你 有没有可能是要看一滴机配不配合 就有了之后看自己有时候看对手 哇 还要推 这个没办法就被耗死了 就要这样推 下路直接传动回家 一波流 巨魔传动到后面 看看堂堂这边跟巨魔吸引火力 直接开启了W 闪现勾没有勾到 那这边看一下卡兹克香的女妖还没被破掉 但是这两个人已经相当无聊 而面在这边就是玩反反向步 但是要注意自己的C位的局面是 阿卡兹又是交出了闪现 被RM柱子隔开 天脑 漂亮 三个人扣住差点被秒 明德里藏在前面 女警直接被游秒掉了 纳美又随便收割 虽然坏掉了辛德拉 但是无力回天 是的 摩根纳最终被撤到了墙里面窒息而亡 现在还剩下两个人 上台这波也不能说一打也多漂亮 对 就随便打一赢了 他打得很好了 发条大招拉得很好 但是辛德拉那个秒离警了的还是很漂亮的 现在就可以直接一波带走了 继续 哦 发条 还好 他双招还在 是的 不过你这个时候也干不了什么 这两个人 就要再拿大龙的话也太猛了吧 哎呀 他们就是要这样打 比赛也快活了 没所谓 第一这两盘再赢一下的话 他们现在胜率也相当高了 对 还是有机会去拿常规赛第一的这个位置 最主要和MT的场比赛看一下他们比赛能长成一个情况的地步 他们这一次打大龙的时候 入盘再看一下一定有没有机会 打得有点快 对 等不到位过来 要再从上一波 打条有大招拉了一下只拉到一个巨膜 看看龙是谁的 床长是毫不留情直接把龙抄击掉 再控一下卡乃回到了战场上 但是面对一个抠肉 好硬啊 点不动啊 不掉血你敢信吗 而且这边纳美是换掉了女姐 冲上来看能不能杀掉 一拳打出来减速挂上好像没机会了 刚刚是连续被垂石控住 然后再被清德拉控住 没有给他机会 这里诺言就是单吃掉了发条 如果虽然没扣掉那这样的话就一波了 EP也算是 其实EP这场场已经打得非常的好了 对 决定一下反扑一下 对 这一波EP整体来说的话 两场比赛 EP各个点的发挥都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真的有点可惜啊 把两场如果有一些细节处理得再好 也真的是有机会翻过来 毕竟面对的是联赛 现在排名第二的ETG战队 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我们也看到MADJ溜出了轻松的笑容 拿到5下的MADJ 没错 那这边恭喜ETG2比0